大家好,我是Guru 今天我联合世界环保NGO组织绿色和平 来做一期视频 想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好的挑选 处理和保存食材 然后减少食材浪费 然后顺便也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自己关于环保和对食材浪费一方面的看法 现在我打算出门去买菜 然后回来具体再跟大家聊一聊 如何具体去处理和保存烈食材 然后我们出门吧 大家自己买水果的时候尽量买一下 是我们中国产品 很多水果的运输 尤其进口水果 这些运输本身也是会对社会和地球造成的 尤其现在农业技术的发展 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必要买国外进口的 我们自己生产的也很好吃 之前好多超市 我不知道你家旁边的超市是什么样 就我家旁边的超市其实 会把这种所谓的坏坏了或者是明镜到期的食库贴上打折标签 所以如果真的推 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去逛一逛超市 然后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这样你又可以买到便宜的菜 而且这些菜如果其实卖不出去也就蒸了 然后其实非常非常的浪费 对我来说无论是做面条啊还是煮汤啊 家里有的汤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自己家太短短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我们国家新鲜水果的笋头率在20%到30% 然后蔬菜的笋头率在30%到40% 就说明其实有将近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 我们农民伯伴们辛辛苦苦生产运输出来的蔬菜 其实大家还没有吃就浪费掉了就坏掉了 就还是可惜了 我们再回家 然后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都买了什么 我一般会买就是两到三种 就是碳水类或者是根净类的蔬菜 我今天买的我最喜欢吃的 玉米和紫薯 然后但是我平时其实也会去 就用家里的糙米 然后去备些餐 然后另外呢我自己准备今天有两种蛋白质 一种是小的鸡虫肉 然后还有个豆腐 这个豆子可以算做蔬菜 可以算做蛋白质 就看你自己怎么去区分它 我有的时候会拿它去炒那种青豆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煮米饭的时候放一些进去 其实就可以增加你这一碗米饭里面的山式纤维 然后另外一些就是一些调味 调味类的蔬菜 比如说像洋葱啊蒜啊青椒啊 就这些既是非常好的蔬菜 然后它们的营养非常丰富 但是同时它又可以让你做的菜更加好吃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我比较经常用的蔬菜 比如说生菜 西兰花 豆芽 还有香菇 就这些都是可能我会自己经常吃的一些青菜 然后我现在呢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一般会怎么去保存这些蔬菜 以及它们正确的保存方法 就是这种国内的精品超市 并不是最环保的处理方法 因为大家可以看 其实它每个菜都会用塑料包装上 然后也会单独的包装 我们尽量的去少用塑料 同时去循环利用塑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方法 我觉得环保 尤其对现代城市人来说 你很难做到一个非常极端的说 我完全生活里不用任何的塑料 非常非常的环保 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蛮难的 但我觉得我们就尽自己一份力 就是我们就是尽量的去少用塑料 然后减少食物的浪费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然后现在就来跟大家先说一下 我怎么处理就是紫薯跟玉米 紫薯跟土豆啊 或者是像红薯啊 它的处理方式和保存方式都非常的简单 就大家把它只要保持它的就是干燥 然后放到一个通风阴暖的地方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希望你周一到周五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吃到熟的紫薯 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统一多做一些出来 就做熟 然后放到冰箱去冷冻 然后这样你平时直接解冻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玉米的话 这玉米比较麻烦 尤其是这种包着叶子的玉米 这它本身还是湿润的状态 其实很多蔬菜容易腐烂 就是因为它有水 这种玉米一个好的处理方式 第一呢你要把它的这个皮剥掉 然后你把它晾干 就不是完全干到玉米粒那个程度 就把它上面的表面的水分晾干 晾干之后用保鲜膜 然后给它紧的缠绕住 如果说你很建议用塑料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把它放到冷冻室 然后跟紫薯是一样的 然后就可以非常长时间的去保鲜 我弄玉米的时候 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对于整个食物浪费的看法 其实这两年正面饮食特别的流行 就我觉得正面饮食另外一方面 对于环保来说特别好的点 在于当你真正感受这个食物的时候 你能更加好的去享受它 就我觉得这样就是所有这个 无论是种植这个食物的 还是说把它运输的 还是说售卖它的所有人的努力 真的才得到更好的回报 就如果说你吃这个食物 都没有真正好享受它的话 其实之前所有为这个食物做出努力的人 他们努力其实也白费了 然后把它这样非常好的包紧 然后放在冰浆冷藏就好了 这样可以防止玉米腐烂 同时又可以防止这个玉米粒变干 然后防止它变得不好吃 肉类我就用我自己普通的饭盒去保存 不可以循环利用 而且非常方便 然后很容易清洗 我自己最近比较喜欢吃鸡小胸 然后我特别喜欢拿它最近做成鸡胸肉丸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我们可以先整体的腌一下 我平时不会加特别复杂的调料 我自己有的时候腌一般可能就是白胡椒和盐 就是一个是白胡椒用它去腥 然后加一点点辣味 然后盐其实就是用来加咸味 没有人在目的会怕我今天眼影吗 算是口红 我全换得新的 如果说你自己吃的话 可以再把它放到冰箱冷冻之前 用油纸 就分成你自己平时吃的饭量里的包好 一般就撕成这种小份 然后对我来说四块差不多就是一顿饭的量 然后你这样给它一块的包好 然后放到这个里面再进去冷冻 就是下次你在吃的时候拿出来比较容易拿 然后这样放进去 然后我们再给它扣成 然后豆腐我就简单说一下 然后我自己一般一顿饭会吃一半 然后保存它的方式就是 其实它就是靠里面的这个水 去保鲜保持它的水分 然后你切完剩下的一半的时候 你在里面放上纯净的无菌的水 然后再加一点点盐 然后给它浸泡密封 放到冰箱里的冷藏就可以了 就是最好也在短期之内把它吃完 因为豆腐其实非常容易变快 青菜呢我还是推荐大家 就是你吃多少 然后买多少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买 因为青菜是鸭枭酸盐 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种就是食物 就它在你的冰箱里面待的时间越长 它的鸭枭酸盐含量有个越高 而且其实我们中国2013到2015年的 饭桌的厨艺垃圾是1700到1800万吨 这个数字相当于就是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 总的常住人口一年的口粮 就这个真的浪费太多了 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 其实对 就倒不必说说什么非洲很多地方 就什么孩子还没有饭吃 其实你光想一想 就从无论是经济上的浪费 还是说你自己花的钱的浪费 我觉得都是可以通过一些生活里的方式去避免 如果说超市里能买到这种生菜的话 我不会再特别复杂的去处理它 但是我会在里面加一张 无论是纸尖或者是厨房纸 其实可以吸走那里面的水分 然后这样其实可以让它在冰箱里面 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些 但是如果说你买到的是像比如说菠菜 或者是油菜娃娃菜这些 就是拿回来是需要你洗的蔬菜的话 最好先把它们洗一下 然后用厨房纸或者是晾干 把上面的水分晾干之后 再密封 放到一个密封盒里面 放到冰箱冷藏保存 这样可以让你的绿色蔬菜 保存的时间更加的长 豆芽和蘑菇的保存方式 其实跟绿叶生菜是差不多的 就是大家如果说你的超市买回来是这样的话 其实都不需要动法 就是你在里面可以放一张纸巾 然后在上面扎几个透气孔 然后放到冰箱冷藏 然后尽量尽早吃完 另外两个就是说一下西兰花和这个青豆 这两个如果说我没有办法立刻吃完的话 西兰花我会把它尽量煮到五分熟或者是三分熟 之后呢 放到一个就是盒子里面 密封的盒子里面 放到冰箱里面冷冻 或者是你可以放到那种可以循环利用的密封的塑料袋里面 然后这个青豆也是一样的 就是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冷冻的 包括一些像胡萝卫啊 或者是一些一般就是水分含量比较少 然后淀粉含量稍微高一点的青菜 就包括一些干净类的青菜 都是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保存的 然后柿子椒其实跟就是普通的青菜差不多 你可以就是冷藏保存 然后你也可以给它切成细丝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 洋葱我推荐大家其实可以买就带皮的洋葱 带皮的洋葱跟蒜一样 其实你只要放到那种就是黑暗闭光 然后通风的地方 其实就可以保存满长时间的 然后另外洋葱也可以像这种去皮的 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去保存 如果说你把它就你希望备餐的话 你想把它切成就细丝啊或者是切开 大概放到冰箱里面可以保存7天左右 我觉得洋葱和蒜真的是就还是比较容易去保存的食材 最后我补充一个就我自己经常买 然后但是说起来挺残悔的 然后经常放坏的一个调二类的蔬菜就是香菜 因为我家旁边其实只有河马超市 然后河马超市香菜都超多 就真的很难吃光 然后我想起来其实我们之前有拍过一个 就香菜的保存方式的视频 然后我也放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我妹妹之前试过一次 然后就说他家的香菜保存非常非常久 然后我现在打算去做一个我最近 特别最喜欢做的一个鸡胸肉的丸子 就可以会用到这里面很多的青菜 而且那个丸子做起来也很容易保存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去保存你的鸡胸肉的话 其实就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鸡胸肉都做成这个丸子 然后冷冻保存就行 然后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这个鸡胸肉丸子是怎么做的 像这种你可以留着第二天炸果汁或者是说第二天做好样的东西 或者是说这种鸡胸肉要防弯你把它切条 然后放在一个密封的容器里面加一点点盐 就是盖一点点盐就可以做非常好的抛菜呀 或者是一些鸡胸肉 就是其实真的没有必要浪费 鸡胸肉孔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锅里还在煮鱼米 然后菜还没有做完 我今天坐着跟大家聊两句 就是到底有哪些从身边人就可以做 然后帮助我们避免食物浪费的方法 牛油果你要去哪 第一点呢 就是在超市不要嫌弃那种丑的长得不好看的蔬菜 就他们也突然很好吃 然后之前在网上看过 就很多那种丑蔬袋的图 就所有的蔬菜都非常漂亮的猛 然后记得把他们带回家 不要因为他们长得不好看 然后就不买他们 第二个呢 就是经常定期去清理自己的冰箱 或者是你在买菜之前 看一下自己家的冰箱有什么 我自己会每周清理一下冷藏 然后每两到三个月清理一下冷冻 我真的不推荐大家去囤食物 就囤食物第一不利于减脂 然后第二不利于食品安全 然后第三其实也容易造成食品浪费 所以说就是每次你要吃什么 然后就去买什么 然后适当的去备餐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尝试一种食材多种利用 比如说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吃西湖 然后所以说我会围绕西湖 去就是尝试各种不同的菜 这样其实我买一次菜我就可以吃很多天 然后也不会吃腻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备餐的视频 就我有讲过到底如何呢 就用一种食材去搭配各种不同的食材 去做出来各种各样不同的菜 然后这样也非常有利于我们避免食物的浪费 最后呢就是不要为了食物的拍照 然后就去因为现在其实很流行那种早餐杂卡 就我自己其实之前也会 就有的时候我为了早餐拍那个好看 就拍早餐好看 我会在盘子里放很多种食物 但其实我自己的胃没有那么大 我根本就吃不了 就最后会最后会给张老师吃 倒没有浪费 但如果他吃不了浪费了 就不过说我推荐大家其实不要为了拍照好看 然后就去把自己的盘子里放太多的食物 就还是那句话 你吃多少就做多少 然后你吃多少就买多少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一些小窍门了 也欢迎大家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 跟我们分享说你有什么好的小窍门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避免食物的浪费 我觉得我们很难做到完美的环保吧 但是我们可以从身边的一点点小事 然后开始改变 让我们的整个环境变得更加的好 我去看看我的玉米 然后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好爱你们 我刚才看了一段 我刚才看了一段 我刚才看了